那后面呢就是吉隆坡的市中心 吉隆坡呢是很大的一片地区 当然市中心呢只是吉隆坡市的一小部分 包括那种地方全部都是属于吉隆坡的 那吉隆坡那么大 那如果你是要做Airbnb 做爱品营 做游客生意 做短足的呢 基本上也就只有我后面这个吉隆坡市中心 才会比较合适去做Airbnb 因为主要Airbnb呢 做这个爱品营呢 做短足的都是做游客生意为重点 Hi 大家好 今天呢是2021年5月4号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如果你是想做Airbnb的 做短足的 因为做短足呢 它的利润会比较可观 如果那个回报率呢 甚至可以到百分之八百分之十 如果你是做得很好的 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那你的利润呢 达到百分之十到十二都不成问题 就好像我以前几年做了好几年 这个Airbnb呢 基本上都可以达到百分之十二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比一比 做一个小的比较 在这个Star Residence这个星之树 还有这个Sky Street 那两个大楼呢都是在双子塔 OK我稍微走过来一点 都是在双子塔的周边 Star Residence呢就在双子塔的前面 大概三百米左右 你步行的你走路呢 就大概在五分钟七分钟左右就可以到 那Sky Street呢 它就在双子塔的稍微后面 大概两百米 比这个Star Residence呢 比较近 两百米 但是两百米跟三百米 差不了多少 这两个大楼呢是在这个双子塔 在KLCC呢 是可以让你去经营A B&B 经营短足的 说到经营短足呢 这里还要提示大家一下 在整个吉隆坡市呢 不是所有的这个大楼呢 你都可以经营的 有些已经是写好 都是明文规定的 你不可以经营这个 短足不可以经营A B&B的 如果被抓到你经营呢 严重性是很很高的 是非常严重的 它可能把 也就是除了罚款呢 它可以把你的单位呢 停水停电 甚至呢 把你的那个门禁卡把它停掉 所以你又用不了电梯 反正就是很麻烦 可以正大光明去经营A B&B的呢 其实在整个吉隆坡市中心呢 并不是很多 主要呢 还是围绕着双子塔 这个周边 今天呢 我们就来比一下 STAR RESIDENCE 还有SKYSWIT 这两个楼盘 经营A B&B呢 它有哪一些 哪一些 某些方面是好的 哪一些方面呢 就稍微差一点 我们就来比一下 这两个楼盘 如果这次是你第一次观看我的频道 立刻订阅我的频道 以及打开小铃铛服务 如果有芯片推出的时候呢 你将会得到第一时间的通知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更好的影片 或者你可以加入我的会员 更多高价值的影片 会和会员一起分享 下面的描述栏 有加入会员的链接 现在就点击链接 加入会员 那今天呢 我们是来做这个比较 拿来做A B&B 拿来做短租 由这个STAR RESIDENCE 还有这个SKYSWIT 那 竟然是做A B&B的 那 很重要的一点 你就是要理解 要去了解这个游客 尤其 尤其是外国游客的这个需要 他的需求 在吉隆坡呢 主要的 来做这个A B&B的呢 是这个外国游客 那 如果按外国游客来说呢 目前 马来西亚的那个游客呢 最大的一部分 排行第三 前三的国家呢 是 新加坡 然后是印尼 然后是中国游客 那排第四 第五第六这些呢 有来自这个欧美的 这种 英语系的国家的 所以呢 当你要经营A B&B 你要理解 到底你的对象 你的客户是谁 那当你买房子的时候呢 当你买房子来经营A B&B的时候呢 那你就要考虑到 他们的需求在哪里 所以呢 今天我们来比较这个 Star Residence 还有这个SkySuite呢 主要我们也是比较这几方面 比如说 价格 就是你每晚你经营A B&B 你每晚的价格的定位 然后呢 在交通方面怎么样 然后呢 就是这个餐饮 有没有餐饮 方不方便 然后呢 就是这个 这个设施 你大楼有什么设施 那我们现在来一个一个的去看 现在呢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 Star Residence 还有SkySuite 那刚才呢 前面呢 我们有说到这个 SkySuite 因为它的那个售价比较便宜 80万就有成交 而Star Residence 要110万 120万 甚至130万都会有 那 如果你经营A B&B的呢 你每晚你的那个租金 因为游客过来 可能会待三个晚上 四个晚上 稍微长一点的 甚至会待上一个星期 所以呢 你每晚的那个房租呢 就比较关键 尤其是你做A B&B呢 你的客户对象呢 往往都是那种家庭出游的 家庭或者是朋友 三个四个 这一类群 这一类型的这种客户呢 就是你的那个主要的对象 所以每一晚的价格 这个Sky Street呢 它就会比较有优势 因为毕竟你的房价 你买的房价呢 就只有大概在80万 80万呢 因为你价格低 所以你的那个每晚的那个定价 就可以定的比较低 因为Star Residence呢 你110万120万 如果你定的低呢 你其实也赚不到多少钱 你的回报率不高 所以呢 你就没办法 你就要把价格抬高 保持着你那个租金的回报率 所以呢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Sky Street呢 因为价格的问题 它可以放得很低 所以这方面呢 在价格方面 在每晚你的租金方面 Sky Street呢 它的优势就凸显 就很明显 会比这个Star Residence便宜很多 但是有时候呢 你也要知道 房价并不是游客 他们要看的全部 他们可能在其他方面呢 他们也会有这个考虑的 刚才我有说到这个来自 马来西亚的游客呢 三大 这个人数最多的游客呢 是新加坡 印尼 还有这个中国 中国的话 大家也应该会知道 每逢这个长假 五亿长假 这个农历新年五亿长假 然后 然后 学校的假期 然后 国庆 中秋 这种长假呢 现在的父母亲呢 都会带着家庭 带着小孩 带着父母亲 一起去出国旅游 所以呢 这一方面你就要考虑 并 除了这个房价以外 除了房价呢 Sky Street呢 我们来看Sky Street呢 问题呢 它是它的那个设施啊 并没有免费的 包括泳池 包括这个停车库 包括这个健身房 这些呢 你都是要另外的付费的 它是没有免费的 那如果你是在 Star Residence 这些呢 全都是免费的 你那个客户呢 就你的那个旅客来住你房子呢 他们是不需要付额外的费用 他们可以享受到很多的这个 设施 都是免费的 这一点呢 有时候这个客人呢 他们也会问到你 到底泳池啊 要不要另外付费之类之类的 好的 那现在我们来比较这个交通 那我们来比较交通 不管你是在Star Residence 或者是这个Sky Street呢 这两个交通它都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它的距离呢 离双池塔的距离呢 很近 Star Residence就在 双池塔的前面300米 那个Sky Street呢 就在 它的侧面稍微厚一点 就在200米 所以你步行呢 基本上三五分钟 你就能够到这个双池塔 所以交通呢 就很方便 但是呢 如果你说要坐这个巴士 坐这个公交车 坐这个Go KL Go KL 是一个免费的公交车 去一些 一些旅游景点 但虽然并不是很多 在这个城市里面在转的 这个Go KL 免费的巴士呢 Sky Street 它是有这颗路线有经过的 那Star Residence呢 据我所知 应该是没有这个Go KL 这个免费大巴 它没有经过它的门前 所以呢 这方面看起来 这个Sky Street呢 可能就会稍微好一点 那Sky Street呢 它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 你步行 你除了到双池塔之外呢 你步行到这个白维年 Pavillion Shopping Mall 你也可以步行 不是很远 我估计可能在你步行的话 大概可能15分钟 或者是稍微多一点 15分钟你就可以步行到这个 Pavillion 这个白维年 巴比伦这个商场 那边呢 就是那个什么 亚罗街啊 酒吧街 就在那个地方 反而呢 Sky Star Residence呢 你步行 可能就稍微远了一点 也不是说 不行 可能呢 你要步行 20分钟 还是20多分钟 你才能够抵达这个 Pavillion 现在呢 我们来比较一个大堂 你要入住你的旅客 然后帮你预定了之后呢 他要到你这个大楼 他要入住 Star Residence呢 他有一个比较 比较 看起来比较舒服 比较豪华 他有一个大堂 有人有这个前台在那个地方 然后还有地方休息 他有这个沙发之类的 有一个休息区 所以呢 如果你的那个旅客 他提前到了 他至少他有一个地方 去让他去休息啊 之类的 那但是呢 Sky Street Sky Street呢 这一方面就做得比较 比较差 比较 因为他的大堂呢 比较小 而且呢 我估计他也应该也不会有人 也没有沙发 让你的那个 那个旅客 你的那个住户 去去休息啊之类的 如果他提前到 他就没办法了 他就要在那边 站着 拿着行李 这一点呢 Star Resident 他就做得很好 他远远的比Sky Street 看起来豪华很多 然后呢 又有地方休息 这一个呢 就是Star Resident 他远远比这个Sky Street 好的地方了 OK 现在我们来看餐饮啊 那有时候呢 这个餐饮也是很重要的 对一些旅客呢 他要方便去吃东西啊 在这一方面呢 Star Resident 他就比较好 因为他那个大楼呢 楼下呢 他有中餐 有西餐 有这个杂货店 所以你所有的那个饮食呢 都可以在那个大楼 Star Resident的楼下 你都可以全部搞定 那反观这个Sky Street呢 他楼下现在 目前呢 都没有这个餐饮的 都没有餐饮 也没有什么杂货店 那你要买东西呢 你可能就要步行 到隔壁那一条街 或者是到双支塔 你才会游 所以呢 这一方面呢 Star Resident 他就会比这个Sky Street 稍微好一些 因为如果我们刚才在回顾啊 那个旅客 来吉隆坡的游客呢 前三的 然后新加坡 印尼 中国 尤其是来自中国的 中餐 对于一个中国的家庭呢 如果带小孩的 或者是带 稍微年长一点的父母的 餐饮 对他们来说 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 来自中国的游客呢 中餐 他们是很注重的 因为 其他国家的餐饮呢 很多时候 他们都不太习惯 所以呢 就只能够 用这个中餐 所以这里呢 这一点呢 Sky Resident 他就做得比较好 现在呢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大楼的设施 大楼的设施呢 Star Resident 当然是远远都比这个Sky Street多了 Sky Street呢 就比较普通 就有泳池 在他的那个最高层 有泳池面向 面向这个双石塔的 不是很正 在可能稍微斜面一点 但是呢 都算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看的泳池 还有这个健身房 当然刚才我说的泳池啊 健身房之类的这种设施呢 全部都是没有免费的 都是要另外额外付费的 那 Star Resident呢 他的设施就很多 除了这两个呢 他还有什么餐厅 那个餐巴 还有卡拉OK啊之类的 他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 大楼的设施 那大部分这些设施呢 都是免费的 当然只有一些 设施 你还是要付费的 比如说你去那个酒吧 或者是去唱卡拉OK 这些呢 当然是要付费的 这个也是很正常 但是呢 他主要他 大部分的设施呢 都是免费的 这一里呢 这里就比这个Sky Street呢 就没法比了 这个Star Resident 他就比Sky Street 好很多的这方面 那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停车费了 不 在这个 Sky Street Sky Street呢 是没有免费停车的 所有都是需要你 额外付费停车的 没有免费的停车位 Star Resident呢 Star Resident 可以让你经营 AB&B 经营短租 这个呢 有两栋楼 一个是一号楼 一个是二号楼 一号楼呢 他也是没有停车位的 所有停车位 都是要另外付费的 但是呢 二号楼呢 他就是有这个免费停车位 因为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赠送你这个停车位的 当然 有这个停车位呢 你的房价也会比较高 所以 Star Resident 他有两栋 一栋也是没有提供停车位 另外一栋呢 二号楼呢 他是有提供停车位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Sky Street呢 Sky Street全部都是没有停车位的 所以这里呢 你可能就要去考虑一下 但是总的来说呢 很多时候 因为这两栋楼啊 非常的靠近双子塔 所以呢 车位对于这个旅客有多重要呢 你也要去考虑 但是你按照我的经验呢 大部分的旅客 他们都没有这个停车位的需求的 除了一些马来西亚的旅客 他可能由槟城开车过来 由这个新加坡开车过来的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停车位的这个需求 但是总的来说呢 按照我的经验呢 有停车位需求的主要还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旅客 那马来西亚的旅客呢 基本上占了整个AB&B 按照我的这个经验呢 占了整个AB&B的大概百分之五左右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所以呢 百分之九十的这个 呃游客这个旅客呢 往往都是不需要停车位的 所以 有停车位还有没有停车位 这个你要怎么去看待呢 那你就要考虑清楚了 OK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长远来说 因为这两栋楼呢 它的交楼时间呢 非常的 呃 相近 啊 啊 Sky Suite Sky Suite 是在2019年左右交楼的 交楼没多久就 封国封城 就一个疫情来了 啊 还有部分呢 这个业主呢 甚至都还没来得及去拿钥匙 还没有来得及去做装修的 那 Star Resident呢 它那几栋楼有 前面有稍微 一号楼呢 就稍微早一点 它交的 二号楼呢 也是在疫情的时候交的 所以这两个呢 交楼的时间呢 都差不多 啊 现在我们来看呢 如果是以后 这个马来西亚 那个国门已经打开了 边境打开了 所有一切都回归正常了 那些游客呢 可以正常进来马来西亚去参观旅游了 啊 长远来说呢 我认为这个 Star Resident呢 很容易被 被火起来 被炒红 他长远来说呢 他是有这个被炒红 这个 潜质的 当 如果你一栋大楼呢 你上了这个头条 上了这个 旅游 旅游网站 旅游这个 文章 被人家炒红了之后呢 那以后你在里面做ABMB呢 就会方便很多 就会 比较多人去注重 那 房客呢 你的客户呢 就那个来源呢 就会很多 反而呢 Sky Street 我认为他 可能你要被炒红的 那个几率呢 不是很高 如果你跟这个 Star Resident 比较的话 Sky Street是比较难炒红的 因为他的整体来说 还是比这个 这个Star Resident 是来的稍微 遜色一些的 那在里面做ABMB的业主呢 就要去想办法 当然 刚才我有说过的 这个因为Sky Street 他的房价便宜 所以在价格方面 在每一碗的租金方面呢 可能可以做一些 一些 一些动作来吸引更多的这个房客 所以呢 到总结来说呢 你看 不管你是Star Resident 也好 你是Sky Street也好 这两个呢 它都有优势 它都有它的缺点 Sky Street也是 它有它自身的优势 它的价格非常 非常的 在双支塔来说呢 是非常的合理了 然后呢 它的其他方面呢 可能又不比这个 Star Resident 来的好 所以呢 两栋大楼呢 都有它的优势 那主要今天呢 我们来比较的是 要做A,B,N,B 要做这个短注 IP这个短注 这两者呢 你就要自己去衡量 到底你自己的需求 你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 Sky Street 它整体呢 你的房价 你可以放的很有竞争性 放的稍微低一些 很有竞争性 但是呢 Star Resident 这一点它就做不到了 但是Star Resident 它在其他方面 它又远远 比这个Sky Street好 所以这两者 你要怎么去看待 那就教大家 要去怎么做 如果是有问题 你可以留言给我 因为我在做A,B,N,B 也做了好几年 这几年呢 也做得很不错 有大概12%的回报率 而且呢 刚做A,B,N,B 到现在做了几年呢 都是维持着这个 叫做Super Host 这个超级房东 这个Status 这个状况 所以呢在这方面呢 我还是算是很有经验的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留言给我 那我可以解答你有关 这个A,B,N,B的这个问题呢 将会尽快的回答你 把几年纪录一下 是谁 funcion做的 你 Я可以解决的 这个切片